哈喽大家这边今天来咱们来到清早地这边啊咱们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来清早地这边了 以前的玩门是五六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 现在已经都是在套袋了已经套了好多好多袋大家也看到了 白白的这些套了很多大家也看到了一串一串的这些谷也是蛮大的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就是一般是十月份十月份开花结果又现在是12月底下个月就可以摘了 我当时给大家讲过一般是三月二月底二月底的时候就把它记掉后面再让它长湿肥 然后面长到一米八高就要再拉架子把它拉平后面就开花了 所以清早这个东西也是挺好管理的就是啊 供也是蛮多的就是套袋这个供还有把它平支全部拉下来 搭到这个水瓶才我们一伸手就可以摘了嘛 大家看到现在密密麻麻的套来带 一棵树起码有100多斤骨吧 大家也看到了 啊不套袋的话它会有那个果实营啊什么之类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已经套袋大家也看到了 看我这个真空啊果实营这个东西 而且它草也有养了鸡在地下吃 走地鸡 我们不打出好具的在底下 什么是有机肥 化肥也不是 就是有机肥跟花生菇 花生菇的话大概是两三四斤花生菇 再加二十斤或者一包有机肥就是拉坑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把它记下来 那大家看一下当时 看到没有 这里记得到这里就记得到这里就记得就是很矮的 就是一到时候就到这里又记 这里 对啊到时候到这里一记掉它又长起来或者要记下来一点 让它这里再长底下这些啊 这西班牙是不一样的 一一棵树就留两两个分支啊 要到我们这个架子这么高到我们一米八这么高之后再拉下 一直让它涂涨上去到一米八再拉下来大家也看到了 这里 拉的时候咱们是用这些绳子绑住了绳啊或者什么绳都可以 一直拉一直拉要丢一直挂过 大家看到现在都是 如果啊 今天呢 咱们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果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